味道的调和是中华料理的精髓所在 许多食物必须和别种食材合烧 方现其至美之味 自古以来文人爱竹也爱食笋 按苏东坡的话来说就是 你可食无肉不可屈无竹 无肉使人瘦 无竹使人俗 爱的大概也有竹笋的那份清新牙齿 安吉作为中国第一竹香 自然是少不了竹笋这份美味 我们这个是竹笋小竹笋 说到至美之味 咸肉与春笋就是一堆黄金大大 肉借笋之鲜 笋则以肉而肥 这个笋山上刚采下来马上烧了吃 那是特鲜的 像现在春天这个笋就是我们当地的笋 烧咸肉 就城里面说的是腌多鲜 我们当地就是咸肉丹笋 那是最好吃最美味的 腌就是腌肉 最最普通的一道菜 但是也是最最美味的一道菜 我们山里面空气好 酸水好它那个这个笋味道也特别的润 客人吃了他还要买一点带回家 咸肉都炖这个笋好了 那这个咸肉呢是我们冬天啊 过年前腌制的咸肉 咸肉炖笋呢 它那个肉呢要挑那个稍微肥一点的 这个肉的这个肥肉的油啊熬制出来啊 烧这个咸这个酸 它那个酸吸收到这个咸肉的油脂香味 不油油啊不利 烧菜有各一个的烧法 我是最简单的烧法 烧毒仙 就是咸肉 盅酥,酸 就是慢慢的炖起来 烟渡仙既有冬的矿位 又有春的萌冻 嚼着这样的笋 喝着那样的汤 真有一种半浓半淡 半老半新 半烟半鲜的滋味 而这又何尝不是仙虎的人生历程呢 香不香 香 马兵说这家 我家的印度仙就是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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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